Hello,大家好,我是老王 已经很久没骑车的我,今天再次骑上了这台春风400NK,却是去卖车的路上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骑这辆车,虽然有点不舍,但这也是换车都要走的一步 目前是打算换同样搭载春风发动机的摩托莫里尼XCAP650 颜值在线,配置丰富,最重要是价格也还能接受,攒定就塌了 而这辆400NK,我骑行了也有一万多公里,除了油表不准,车有点重,其他各方面都挺好的 主要是我骑车比较佛系,加之保养比较用心,状态是一如既往的好 所以从我手上接这辆400NK的接盘侠,运气也是够好的 入手时落地33000,出手时14000,亏了近20000 然而即便这样,在卖车的过程中,仍有许多车贩子胡乱倒浆糊 原车原器啊 一手不是二手大手,他自己买新的车 二手大手,两手三手,五手 我说我这个磨没事,你肯定都不相信 没事啊,磨了没事啊 这个第二把钥匙,你看套在这边 你应该知道我是怎么样一个汽车人了 我有一辆08年的龙鑫,今天第14年了,拿出来求成鑫,你肯定都不相信 十几年了,他求成鑫了 对啊 这个车我跟你说,从没有淋过一天雨 他比较黑乎 这个女人,自己女人 要不要骑一下,两个朋友熟悉一下,骑一下 你骑一下吧,你把身份证给我,让你骑一下吧 没事,两个人,一个人在这里 他在这里 你该把人吓了,这有身份证 不是这个,因为这个以前有过这样的事情,知道吧 骑跑 看车也是 可以一个人过来吧 这个车比较重啊 刚刚的要是一辆,靠腰,靠腰 不要靠腰,靠腰转弯 这个不用你 你们怎么过来的 行车转弯 在哪里面 哦 车转弯的250 250 OK 9月份刚做的保养 你看车有没有拉高转,你不要看那个排气管 你看这个 一般有黑烟吗 它就是汽油燃烧不充分,拉高转那种 你看摸这个排气管里面 干干净净 我一般就是巡航载80到100左右 收到了 黄金是556 556 就是4556 对 4556 收购吧 收购吧 4556 就这个对吧 对 视频最后说一下车辆的过户流程 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是去二手车交易市场 开张二手车交易发票 将原车违章全部处理完 然后带着车辆的登记证书 行事本 保险单 还有二手车交易票 直接去车管所过户 各个地方政策不一样 我们这儿在世纪范围内 当地车管所直接将档案邮寄至落户地区 新车主直接去车管所上牌 其他地区需要新车主将档案提回落户地区上牌 然后原车主 也就是我的号牌将会被收走免费保留一年 一年内买车都可以上原来的号牌 超过一年 号牌将会被收回 前提是原号牌使用必须买一年 最后要说的是 买卖二手车一定要仔细查看车框和车辆登记信息 这次来买车的俩小孩估计也是小白 啥都不懂 我车辆的登记证书 形式本 啥都没看 车也没细看 就这么稀里糊涂转账买车了 得亏也是遇到我了 如果是条了表的试骨车 或者七八手车 他们估计也只有被坑得分 其实不懂也不要紧 带上一位懂行的朋友一起看车 这样更稳妥点 实在看不出来 交易时也可以签一份协议 将利害关系一一列举出来 这样可以为将来自己的维权留下有利的证据 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